万万没有想到 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不相信 再扛打了颜值 也逃不过Tony老师 我以为剪了头发 就可以了解 你看 说了不听吧 从古至今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笑着离开理发店 无数的俊男美女 有血淋淋的教训 验证了Tony老师的传说 我要去剪头发 想剪个短发 但是 还是有位英雄小伙伴站了出来 他相信颜值能够战胜一切 包括Tony老师 回来去剪头发了 很多人都叫我像Tony老师 但你们考虑自己的问题 我今天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颜值战胜一切 是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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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